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顾及药铺需要人 暂时不会声张的 不会有事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我以前只是以为它是只猫 结果没想到它一眨眼就变成了老虎 你说有一天它变成了狮子 我们还等着被它吃啊 真变成狮子才好呢 它现在凭什么这么嚣张 还不是因为沈朝宗宠着它 小猫小狗自然惹人怜爱 真要变成了狮子 那才让人害怕呢 你的意思是 别说它变成狮子 是 糟了 被它发现了 怎么办 处贼拿赃 捉剑拿霜 等它来了 我已经走了 可是传出去还是不好听啊 要不我看这几天你就别来了 我不来 你舍得吗 舍不得也要舍 比起你来 我更珍惜我的命 那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那不便宜你了 二爷 你快走吧快走吧 就按你说的办 快走快走 文艳 你没事吧 一整天都心不在焉的 没事 可能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二爷娘好 二爷娘好 你们忙你们的吧 我是来找文艳的 是 哎呀 求这一头大汗 走 我屋里有凉茶 跟我去喝一杯 哎 阿姨娘 我这儿还有活呢 你的活就交给他们了 是 是 怎么了 我不是你的正牌主子 我还使活不动你了 是 那就跟我来吧 好 看见什么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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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没看见 我告诉你 我要是听见 你在外面乱讲的话 我就告诉你们家二爷娘 割了你的舌头 扒了你的皮 听见没有 听 听见了 二爷娘 来 文艳 去我那儿坐会儿 我早就想跟你聊聊了 来 进来 二爷娘 进来呀 我又不是老虎 吃不了你的 不怕 坐这儿啊 二爷娘 你到底让我帮你什么忙啊 其实也没什么 我今天呀 就是带你来 和白掌柜见个面 不瞒你说 我和白掌柜 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他又是药房的管罩 所以我们之间 常常会因为公事的原因 而在一起 那天 你从门前经过 我 我怕你是误会了 有些事情传出去不好听 所以今天 特地来向你解释解释 二爷娘您放心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那就好 来 我敬你一杯 我不会喝酒 你要是不喝就是不相信我了 应许 倒酒 应许 你怎么回事啊 连壶酒都拿不住 还不赶快再去换一壶 知道了 三爷娘饶命 三爷娘饶命 怎么会这么心不在焉呢 我 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 快把东西收拾一下 免得一会儿春泥看到了 又要挨顿骂 小心别搁伤了手 三爷娘 怎么了 二爷娘 我还是先走了 诶 文艺不着急 先坐下 哎呀 说曹操曹操到 这次可要小心了啊 珍酒 哎呀 您先下去吧 我呀亲自来给你的 我呢 给白掌柜盗上 我呀 也给自己盗上 来 伟爷 别辜负了二爷娘一番好意 我先干为敬 来 我也先干了 我可就真生气了 文艺 你要是再不喝 我可就真生气了 哎 来来来 吃菜吃菜呀 二爷娘 我先走了 哎 别着急走啊 接下来怎么办 男女之间的事情 不用我教你了吧 对我这么好 我告诉你 他以后 还敢把我们的事情 说出去 我先让他抬不起头来 动作快点 我半个时辰之后回来 哎 哎 哎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快把文艳送回房去 三爷娘 二爷娘她们没事吧 你放心吧 你这是救了你自己的姐妹 去吧 哦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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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少爷 哎呀 少爷 哎 你 你千万别发火 你 您吃中气啊 站你回来了啊 让少爷 哎 你别添乱了 哎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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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别添乱了 走开啊 哎 闹吧 打死你 闹 Adventure 不會打啊 打啊 呀 那麼 你呀 鱧 哦 啊 来人 在 把这两个姬父姻父送到祠堂 交给族长发过 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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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我们不要进祠堂 我们是被冤枉的 你这个贱人 住手 怎么回事啊 娘 你救我 救我 娘 你自己看 这种情形我都说不出口 春泥啊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好的媳妇 你搞什么呀 娘 不是这样的 他们有人陷害我 他们冤枉我呀 我卓杰在床 你还敢狡辩 来人 谁能给我送到祠堂 娘 娘 这就不是这样的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娘 等一下 等一下 娘 你想啊 我现在还怀着孕呢 我能怎么样啊 我不要命了 娘 等一下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 况且他还还着你的孩子 娘 他这么不知廉耻 谁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沈家的 那等生下来再滴血认亲呢 你还要是什么 朝宗啊 娘年纪大了 你也不小了 身边连个子嗣都没有 实在不像话 春泥肚子里的那块肉 不管是不是你的 咱们先让他生下来再说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你能体谅娘的心吗 你别想 你擅长 把这个男人赶走 春泥肚子在柴房 等到生产为止 好 我知道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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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走 娘 走 走走走 娘 走走走 快走走 快走 快走 曹允 三爷 上的你的手指是这些 这白母妃一走了 要不得账就乱成一团 他没来之前呢 官叔的账记得不清不楚 他来了之后又吃回扣 这笔账就更难理了 不过还好有你 我出身在商家 从小就会算账的 怪不得你上手这么快 来言 不过你可不能因为管账 而不管账法 我们又不管你啊 那就好 不过 这些账做一个月都做不完 我们还是早点睡吧 早点睡吧 时间还早 我还可以再理一会儿 我算过了 要是我们努力 三天就可以把账理完的 你真打算不睡觉吧 没办法 多拖一天 就多影响药铺营业 你要是累了你先睡啊 别等我 去吧 去睡啊 这样 下周就是老太太的 五十大寿 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 大少爷说 一定要趁着这个时候 好好热闹一下 给这个家添点生气 要不是为了让那些年轻人 开心开心 我还真是提不起劲 这好像在提醒我 已经是个老人了 老了你哪儿老啊 这一出门啊 谁不说你才三十出头啊 这叫自欺欺人 欺人还是要有欺人的本钱 你呀 就像年轻人一样 说话没有一个编辑 哪里像个四十多岁的人呢 老太太年轻 我自然也跟着年轻啊 好好好 我们一起年轻 一起年轻 这是谁捡的 二姨娘 她听说你要过寿 从我那儿拿了一大洛红纸 可能是柴房的风大 从窗户里吹出来的 我都忘了 你还记得她 她好吗 柴房的地方有什么好啊 不过按老太太的吩咐 孩子要平安生产 饮食还是我们按照 以前的菜谱做的 那还不一起瞧下去 是是 娘 你看你 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你知道 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贞洁 没有贞洁的女人 那就像轻柔的女人一样 是夏九流 是无耻 娘 媳妇是被陷害的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娘 娘 媳妇知道错了 这时娘的寿臣就快到了 千万不要因为我而伤心 我就希望娘整一辈子 能够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 来 这两天还好吗 准你从小就苦惯了 这些也算不了什么 只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他每天都吃不饱 穿不暖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事 这里的环境 的确不适合养胎 不过 我轻易接你出去的话 会伤了朝宗的心的 等他哪天心情好了 我跟他说说 看看能不能接你出去养胎 谢谢娘 谢谢娘 娘的大恩大德 春泥这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对了 娘的寿臣就快到了 这些 都是春泥自己捡的 值不了几个钱 但是 你能表达我的一番心意 希望娘不要嫌弃 老太太 少爷 给娘请安 坐 娘 您马上就要过大寿了 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办 把亲朋好友都请过来 我拟了一份名单 您看一看 还有什么需要增补的吗 你想得很周到啊 也没有要天的人 只是这么铺张 有必要吗 只要娘开心就好 五十大寿可是整寿 一定要好好的过 咱家又不是没钱 为什么不弄得热热囊呢 是啊是啊 你是最孝顺的 蓝爷 你怎么了 一晚没睡啊 没事 还是要给娘请安的 娘 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忙 铺子里的事 就帮朝宗看看账而已 女人嘛 最重要的是相夫教子 把丈夫伺候好了 这个家才称之为家 生意上的东西留给男人去做好了 不然母鸡思沉 又为天地沦场 知道吗 媳妇知道了 好了 我要练武了 你们回去吧 来 走吧 娘 媳妇有话要跟您说 好 媳妇昨晚看了一夜的账 发现药铺这半个月都没有挣钱 还在亏钱 而后剩下的钱 要作为禁药用的 所以 来燕 让她说 我要听 媳妇恳请娘 大寿能否一切从简 不行 我已经答应娘了 可那笔钱 我们要拿去进货呀 百事孝为先 你不挣钱怎么孝啊 够了 这件事 就按兰烟说的去做吧 娘 不过 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 娘说 春泥关在柴房有些日子了 她怀着孩子不太方便 我想把她接回屋里住 这不会影响药铺的生意吧 听娘的 你怎么这么小心 娘好不容易过一次大寿 你还要她一切从简 给娘过个大寿能花多少钱呢 我算过了 那可不是一点点 金药才算什么 不进就不进呗 反正我们还要那么多库存 没卖出去呢 要是像你这么想 那药铺早关门了 那药铺 我觉得你好像变了 有吗 我哪里变了 反正 你不再是以前那个杜兰烟了 人总是要学会成长 我告诉自己 沈家好 你才会好 你好了 我才会好 所以我不要 再让自己回到以前那个样子 所以你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要不还有事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吧 孩子 娘对不起你了 娘不能要你 娘要是要你了 娘就活不成了 所以 你乖乖地出来吧 等下一次投胎 再投到娘这里 娘一定好好地疼你 你在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是来看我先活的事吗 你以为 你这么跳 就可以把你肚子里的孩子 跳下去吗 你胡说 我哪儿有啊 这个孩子是我的命根子 我有什么理由 要把他打掉呢 理由很简单 这孩子 根本就不是朝宗的 你 请你不要在这里胡说 我有没有胡说 你心里最清楚不过了 我是来告诉你 娘让我把你放了 我就知道 老太太她一定会这样做的 你干什么 杜兰爷 你到底要干什么 为了荣华富贵 牺牲掉自己的孩子 值得吗 你有没有感觉到她在动 好像在说 说娘 我没有错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不要再说了 你给我出去 出去呀 虎毒不食子 难道 就一个沈家二姨娘的地位 要比得过自己的亲身骨肉吗 况春你 你可要好好地想清楚 孩子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啊 开门开门 开门 快点快点 快开门 快开门快开门 快开门快开门 快开门 快点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这干什么呀 这三晶半夜的干什么呀 我们接到举报 你们沈家的二姨娘 邝春泥 与人通奸 沈组长叫我把她带回去 没有这样的事 一定是有人恶作剧 还请冷户院调查清楚 老太太 我们已经调查得非常清楚了 来人 在 跪 奸人自己都承认了 娘 老太太 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 但是族里有族里的规矩 你还是赶紧交人吧 我 对不起 这个人 我们恐怕交不出来了 兰爷 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很简单 我们已经自行处理了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按照族规 奸夫淫妇 不是该沉堂的吗 真的吗 你要不信 大可以进去御搜 搜 等等 朝宗啊 咱们深正不怕影子歪 让他们搜吧 请 搜 走 走 大爷 老大 前二都搜查过来 什么都没有 老大 后院也没有 你看吧 我说没有 就是没有 我们走 来 来 春泥呢 不是说了吗 陈堂呢 我说过要等她生完孩子再说 你怎么可以擅自做主呢 娘 我这是为您好 刚才的情况您也看到了 若是春泥真的被族里的人带走了 丢的不只是沈家的脸 就连娘也都有责任的 好一句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是我们家关起门来的家事啊 族里怎么会知道呢 你不要把我当傻子 不是 你是听我早上说要放她 心里不舒服 所以故意找来族里的人 要找借口灭到春娘 娘娘这么想 我也没有办法 事情都已经结束了 就不要再追究了 再追究下去 对谁都没好处 好啊 好啊 你真了不起 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 长宗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要娘 还是要这个女人 娘 您先消消气 说不定这件事情 还另有隐情呢 娘 说不定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你妈给我收拾 我到别院去住 娘 娘 你马上就要过大寿了 不过了 留给你们过吧 娘 娘 娘 您可不可以不走 您这样子 孩子我都没法做人了 好了 马齐了啊 我不是冲你 我是心寒哪 我三个孙子 一个假的 一个流掉了 一个下落不明 我难过呀 我本来以为 兰烟只是作风随便了点 嫁进我们沈家 好好训练 不会出乱子的 没想到 她的心居然这么大 要插手做生意不说了 还要掌管我们整个沈家 娘真的是看错了人了 娘 您误会了 兰烟不是那样的人 如果您不喜欢她当家的话 我就去把钥匙都拿回来 不要 这阵子她当家 的确省了不少钱 家里的下人们都扶她 谁都不敢捣乱 这是好事 再说 娘也不想离间你们夫妻的感情 娘离开是最好的办法 娘 娘 儿子这么大 还有你老操心 儿子真是不孝 来 你 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这一点 娘不用怀疑 娘要你记住 不论做什么事 都要提醒你自己 你是个男人 你要有担当 不要让女人 骑在你的脖子上 知道吗 嗯 我走了 有事情 烧信给我 走 这个三姨娘真是个厉害角色 不但把二姨娘赶走了 现在连老太太也赶走了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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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真是不孝 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说我们以后啊 可得小心点 这三姨娘心狠手辣 万一我们做错了什么事 那不就完了 可不是 可得当心哪 是 是 是 你们的三姨娘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大少爷 大少爷 我问你们 三姨娘真的这么可怕吗 我 真的 朝宗 我刚才有事找你呢 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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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少爷怎么了 朝宗 金花快从凉了 我可是好说歹说 她才同意跟你喝茶的 好 我说了好长时间 今天早上才同意要见你 可不许跟她闹啊 谢谢 去吧 我不会跟她闹的 我怎么会跟她闹啊 我哄她 爱她 她都不理我 我要是跟她闹 她不就更不理我了吗 快去 快去 青花 我的青花大小姐呀 不都答应人家五爷喝茶了吗 怎么爱她不理的呢 哎呀 青花 你放机灵点儿 多捞点钱呢 啊 龙徽 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 替青花姑娘报仇啊 这是我的职责 你放心 怎么样 死者没有中毒 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 据我判断是饿死他 饿死他 他已经好久都没吃东西了 我劝他来着他不听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吃东西吗 他认识了个男人 那个男人喜欢瘦女人 楚皇号细腰 宫中多饿死 这说不定又是一场变相的谋杀 你知道这个男人叫什么名字 住什么地方吗 我们都叫他苏贝了 这个男人出手特别阔气 住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七姐 七姐 外面有个女人说要来搭班子 没看这儿都死了人了吗 叫咱走 那个女人很漂亮 走 咱瞧瞧去 没看过祸就要退 不太合规矩吧 先合 好 听说你刚刚少了一个头牌 我来做你的头牌如何 哦 我记得你 你是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någonting 承订领 谢谢你 七姐 这个女人比青花更漂亮 值得你培养 原来苏贝了是个女的 她害死青花 就是想在我这儿挂头牌 我要是揭穿了它 那么我连一个花魁都没有了 我要是不揭穿它 至少还能帮我赚点钱 好 正不错 怎么样 我够不够格做你的花魁 够够 当然够了 阿大 去拿纸笔来 是 我跟这位姑娘立个契约 姑娘怎么称呼啊 苏星河 好名字啊 苏星河 你跟我走 放开我 走 我不走 你为什么去最后楼 你到底有什么苦衷 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 没有任何苦衷 只是苦日子过够了 想过过好日子而已 你不是这样的人 的确 我不是这样的人 可是我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 我曾经那么喜欢你 可你心里只有蓝颜一个人 我嫁给了少佑 我本以为找到了一生的依靠 可是 他就那么死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他死了 是啊 江家所有的人都死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活着 我想过了 与其背着江少奶奶的头衔 在别人眼皮底下过一辈子 倒不如去最红楼做个花魁 这样的话 人生才能精彩一点 不 不可以 为什么 你不合适 你又了解我多少 冷大哥 你认识的苏星河已经死了 现在的苏星河 跟你不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 也许哪一天我玩够了 随便找个人嫁了也说不定 所以 请你不要再管我 好好地过你的生活吧 这真的是你的想法吗 是 你将会开心吗 会 如果那天 我找到你的话 你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是你自以为而已 这是我的选择 我自己负责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有空的话 过来捧场 官叔啊 官叔 三姨娘 三姨娘 您有事啊 来来来 把这些钱分给下面的人啊 您就辛苦了 三姨娘发钱了啊 大伙儿派好队啊 到她领钱了 来来来 咱们 来来来 你的 你的 三姨娘 您人真好 总是体贴我们做事辛苦 大伙儿辛苦了 这是你的 三姨娘 自从您打理药铺之后 生意比以前好多了 就是啊 谢谢大家帮忙 来来 你不是说账上没钱吗 大少爷 竟然跟我娘过大寿那么困难 干活去 哪来的钱发红意 都干活去 药铺刚刚大整理过 大伙儿特别辛苦 再说这些钱也不多呀 你总是有道理啊 对了 我里面熬了绿豆汤 清凉解暑 我帮你盛一碗 大少爷 三姨娘说了 不要不放在这个柜子里 放在那边了 知道了 我问你 这些川贝和陈皮的价格 为什么降低了一万 这样的话我们家毫无利润 赶回去 不行啊 三姨娘说了 这些陈皮快要发霉了 如果不低价出售的话 就血本无归了 三姨娘三姨娘 你们眼里只有三姨娘 那我算什么 我还算你们老板吗 这 算了算了 你们去忙吧 是 朝宗啊 绿豆汤 朝宗 朝宗 来 我们挑 挑 来 下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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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少爷 来 是少爷 来 你看看是少爷 来 真好啊 是吧 来 朝宗 这个是沈太太吧 看这账谁结啊 成我带来了 关叔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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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去 少爷 来 我们挑 朝宗 沈少爷 朝宗 少爷 少爷 朝宗 少爷 你这样很难给你 少爷 你醉了 我们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为什么要回去 不急 我在这儿多开心啊 开心 是啊 我开心 你知道吗 这里每一个人都会哄我开心 不像某些人 一回到家里 就作威作福 气在我头上 沈朝宗 要哄什么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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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现在不跟你争了 不跟你请了 我想在那里开心开心 难道不行吗 哎呦 好了好了 小夫妻俩的床头吵完床尾和 有什么事啊 你们回家再说 你改天啊 到我这儿来喝酒 七姐一定陪你喝个够 啊 沈太太 快 什么啊 什么 什么沈太太 什么沈太太 她只是个姨太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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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三姨娘 原来如此啊 不过这三姨娘可厉害了 会做生意 比你会做生意多了 那当然了 你知道我们家宝货堂生意多好吗 都是三姨娘的功劳 除了会做生意 手段也高明 我的大太太 进了尼姑庵 二太太被沉了堂 她看我娘不睡也 连我娘都赶走了 现在 现在连我这个丈夫 都不放在眼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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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弑Por 组宾 彤彤 Tell 插写得 配云地 舍走 词穞 不权 听吧 segur 由红红的烛火 烟红的烛火 泪向老花雕 等待你练习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